当年布亚照公开,谢霆锋,陈关希都没有保护他,只有陈小春为他狠枪记者这句话。 人家说罪是患难见真情,这个世界上很多恋人会因为很多无可奈何的事情而分手。 但是最后的结果并不能否认当初互相爱过的事实。 有些人选择在结束的时候互相指责撕破脸皮,有些人在结束之后却仍然心存感激坦然相对。 娱乐圈虽然鱼龙混杂,但总是有些人入行多年依然保持住一颗有爱的心。 当年的艳照门出来的时候,张柏芝的公众形象一瞬之间跌到谷底,陈关希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退出娱乐圈,但是却是则不提照片里的那些女星。 谢霆锋对于记者的提问大多数时间也表示沉默,甚至亏脸。 但是当初暗恋过张柏芝并且和他谈过恋爱的陈小春,当记者问及此事的时候,他对于传媒无限放大此事破口大骂,声明这件事情对张柏芝影响已经很大,不必再追问下去。 现在的陈小春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,但是对于前任,他依然会选择仗义相助。 为何他们当年没在一起? 山西陈小春,性情中人。当年他和张柏芝之间的特别关系也因为一子事件而受关注。 不过在很多网友眼里,陈小春是个顾家,仗里的情谊之男,大部分人认为陈小春当年对张柏芝有过纯洁而痴情之爱。 据说陈小春不少歌曲都是唱给张柏芝的。 表面上看上去大大咧咧,有些脾气的陈小春,其实内心细腻柔软,是十足的暖男。 陈小春曾一度被评为娱乐圈十大孝子之一,可见他不但爱家庭,更有著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家庭传统,是重情义,懂得关心别人的人。 陈小春和张柏芝之间有失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和张柏芝,当年在泰国一起度假留下的这组泳池推邮照,之间在网上搜索率很高。 那么陈小春和张柏芝之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?到了什么程度? 两个当事人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提起过对方。 据说陈小春当年吃泥张柏芝,大有一种怕含在嘴里画了,捧在手里碎了的情怀,也就是我们说的一边导师的恋情。 不过自从张柏芝和谢霆锋好了之后,陈小春依旧默默关心住张柏芝。 媒体报道称,在ISM事件和离婚事件发生后,陈小春一直打电话安慰张柏芝。 张柏芝曾是陈小春的最爱,但有了谢霆锋之后,陈小春就被抛弃在身外。 尽管如此,陈小春依旧对张柏芝不离不弃。 在张柏芝遭遇谢霆锋王妃三角恋爱之时,在张柏芝遭遇燕照门的时候,陈小春都大度地主动打电话安慰张柏芝。 记得有一句名言,分手后还能做朋友,还能辅出真心,就是辅出真心的那个人胖命承受仍然爱住的痛苦,另一个人爱得并不深。 我爱的人,不是我的爱人。包小白说,陈小春是个有些闷骚的男生,不会主动,但很有责任感。 他们很希望有个家庭,并且会竭尽全力去维持这个家庭。 结束和张柏芝的恋情后,他无奈但还是选择很坦然地去面对谢霆锋和张柏芝的婚姻,他说,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,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。 不过,还是那句话,是你的就是你的,不是你的终归要溜走。 许多网友认为,陈小春对张柏芝的恋情在许多普通人身上都有过,爱得太迟,最后不成,因为这是一种失衡的关系,注定没有好的结果。 不过现在的陈小春遇到了他最合适的人,英采儿。 现在他们过得很好很幸福,属于在对的时机遇到了对的人,一切就对了。 幸亏英采儿不是张柏芝,否则,这段历史不知要写成啥样子了。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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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